好 11點熱炒電影最高差 不嗆不辣 不上桌 在演藝圈 人人都希望自己可以當紅花 但是紅花不是最重要 容易凋謝 對 不是最重要的 綠葉也很重要 是 活最重要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舞台的演出 生誕靜莫愁 缺一不可 你知道嗎 尤其在綜藝圈 能夠活得久 活得長了 通通都是 對 所以今天不得了了 我們邀約到的 都是演藝圈首屈一指 就排名前五名 前五名通通都已經齊聚一堂了 我們舞伏臨門 或者稱之為溫娜舞虎也可以 因為他們都是諧星界的贏者 贏者 那我們今天 可是我們今天要票選出 一個第一名 對 這個就是很殘酷了 因為他們舞位都這麼優秀 各自都有一片天 可是硬是要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又要選出第一名 但是OK 我們這個是 我們自己票選出來的 是 但熱潮店的票選相當巨代表性 真的 我們每次辦聯誼 說誰跟誰在一起 他們就在一起 唯一沒有在一起的 只有吳祐希跟那個 那個叫什麼 沒有啦 那兩個叫什麼 明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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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潔沒有嗎 吳祐希還滿不錯的 去七海經國園區 是 然後CLAIR不喜歡 是啦 算是明潔導生 他就是在等明潔打給他 明潔算比較被動 吳祐希想說 我們約完一次會 我回到家裡面 那你應該會有後續 對 明潔也是一個 靦腆的人 就沒後續了 對 後面就沒後面了 對 可以 歡迎你們 多介紹給我 不然就今天挑一個 也是可以 可以 我覺得我自己是贏 我今天換組就給你了 我們都換組的 這就是你們自己是贏 還有孩子 我們是可以選的 我們三個月都結婚了 選一選 我們兩個 一選 你們提早講出今天的獎勵了 就是說 不管以婚未婚 如果今天當選第一名的諧星的話 就可以跟吳祐希 交往三個禮拜 太好了 太懲罰了 來 你看還下去 好願意 OK 懲罰吧 最後一名必須跟蘿莉塔 對 好 一名結婚 太懲罰了 不要 不要 太懲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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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我們節目才剛剛開始 就這麼熱鬧 真的是不得了 我們要趕快來 來 介紹 來 我們今天的來賓們 是 玉琢 余玉小潔 小潔 山楠 阿虎 海產 海產你不要忘了 海產 太懲罰了 海產 HUE 好容易被忽慮 對 我以為介紹完阿虎 因為旁邊那個我真的沒看 真慘耶 嚴景的比賽必須要有嚴景的評審 我們分別三位代表 不同世代的我們的美女評審 為什麼要找美女妳知道嗎 因為美女會笑 那才真的是好笑 真的 對不對 而諧星的表演不就是為了 讓美女笑的嗎 真的 不然我每天在那邊主持 我就是主持給Melody看的 真的 真的 太說笑了 真的 要不然我給鬼看 她每次這樣子講 可是每次一進場 只要有年輕梅亞來 她都眼裡都沒有我 真的 姐不開心 我還要在旁邊說 我們要上班了 吃素 好 來 我們妍景的女評審的代表 來 吳佑熙 來 這是年輕梅亞 這一派別的 來 宋哥 來 是婆媽界的代表 你剛剛講一個婆媽 幹嘛 我典禮其事耶 揍他 宋哥 製作人都這麼覺得 他寫的 你有沒有看到寫 自己出體 對啊 這樣直掌霸凌好不好 抓好 來 蘿莉塔 稍微好一點 寫星掛的 可以 對 就是 幹狗龍 後面還有一群人是不是 來 我們後面 十二位優秀嚴謹的評審團們 來 俊男美女 匆匆齊聚一堂 這個非常的精采 來 首先是這樣子 真的是沒有在客氣的 每個自信心都很強 對 他們經常就是 沒有啦 他單純只是一句好笑的話而已 是的 他們一定覺得自己是第一名 所以等一下會問說 你們覺得誰是第一名 誰是最後一名的時候 我就不要再講自己了 他們不會講自己 沒有 他們會假裝 你如果不這樣限定的話 每個人一定都說第一名是自己 那我們要問大家到底覺得 誰是第一名的諧星 誰是最後一名的諧星 然後不可以講自己 來 綠茶已經準備好了 來 綠茶藍莉的預測室 來 請施斑 誰 第一名 選拳 最後一名海產 海產 我真的覺得 不難得我們真的跟 茶魚飯後這個團體 我跟你講 你們 你們煮了一個這麼爛的團 你們不知道嗎 他名字取這麼普通 這個很大 你們不像 茶魚爛蝦 茶魚飯後 謝謝 我沒有 沒有歡呼聲 對啊 謝謝 對嘛 來 我們先問評審 茶魚飯後這個名字會紅嗎 蘿莉塔 完全不可能 茶魚飯後不聊 沒有 因為我們兩個一起出外景 會不會覺得我們造成了一些 我記得我之前 我之前有跟他們一起出外景 然後那時候製作單位找他們兩個 就是說他們是兩個 我們兩個 等一下 我又帶給你歡笑 我剛剛想 我們兩個扛隊長 對 這壓有多大 他最後一名 所以到後面的時候我才知道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海產會進來 你認為海產根本不應該 在今天的候選名單 不是 你不知道我們的用心 我們湊整數 因為四個人太少了 我們湊整數 沒有 他有空 沒有 剛剛玉琳哥都不介紹他了 加他了 台灣人機會四 對 我們湊整數 湊整數 我要聲明是 玉琳哥當初偏心 為什麼每次熱炒 都海產都在 他也有空 而且他 他不是不好笑 或是他都在我們家 因為他每次都在 他到底講哪裡呢 不要有 我們每天 玉琳哥講到 這等一下 真正的原因 他有來我們嘻哈的 第一件嘻哈 對 他在嘻哈裡面 表現得真正 他嘻哈裡面 我有看到 對 他嘻哈裡面很厲害 你會嘻哈嗎 他有舞蹈 你會嗎 而且海產還可以隨時 FREE STYLE來罵你 有 有 站出來 站出來 FREE STYLE FREE STYLE 他就是很小的 來 YO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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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綠茶這個團體長得很狗 看著你的長相 我真的覺得很醜 YOU 綠茶 YOU 憲哥不要 好慘喔 現在 把你那邊割掉 煩奇啊 你那邊傻笑 煩奇 FREE STYLE YO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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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到你不知道為什麼你叫海產 我覺得你叫做很慘 拜託你不要再跟我說我很爛 其實你比我更爛 謝謝 他也可以來 可以 茶茶哥也可以來 他激發潛能 他得了 他不能被激怒 謝謝 真的很厲害 可以的 我忘了七十一百 也就很會饒舌 他可以的 沒有 其實 對於音樂來講 我其實還是 沒有 他那個角色是 你是音樂人 你是音樂人 其實我的歌聲還不錯的 很好 很好 對 茶茶大部分時間是偶像 後來因為偶像之路走到絕境了 所以搖身一遍遍協習 可是在協性界還是非常地成功 當然 我們 我們藝人本來叫能屈能伸 是 來 萱萱 你的板子來 其實我的 跟茶茶的就是 好不好 海產 第一名你出是綠川 在一起 在一起 對 不是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茶可以從一個偶像 然後 驅升到這個 能屈能伸到這個 所謂的諧星這個 以前偶像是有保母車在接送的 你知道嗎 有 他那個團體 那個時代其實是有 你們那時候有保母車嗎 有 真的有 你看有沒有 是不是長得像林車 而且 尤零哥 加長 尤零哥不能這樣 對 不是 你不要看茶這樣 茶其實有一點點年紀了 真的 他的年紀是比較 茶茶幾歲了 就直接講 你該講不要講年紀 你46了 他雖然保養得很好 可是他畢竟 在我們這群人五個人裡面 他是比較資深的 對 所以我覺得茶茶真的是很 他很願意放下 而且他講台語的時候 效果十足 真的 完全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他硬講 對 好 我們看 來 阿虎 阿虎的 1 2 3 第一名 楊生偶達 對 完全不一樣 最後一名 余霞 為我 為什麼會給那個 沒有 會給他 因為我覺得在座都很好笑 但是楊生偶達有個特質 就是就算你覺得他不好笑 他還是會讓你感覺 就是他覺得他自己很厲害 自信 自信 你這一點都是真的 九九四你就會被說服 你說不出來不好笑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很堅定 現在全台灣都相信了 對 他連他自己都騙了 他連他自己都騙了 所以就是我真的也相信他 我會滑他一些IG 我真的滑到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幹嘛 真的 你到底在幹嘛 他這個算是自成一格 對 OK 那最為名 余霞全是因為他表演 是真的不好笑 但他唯一有一個好笑 就是 你很快的帶過剛剛那句 尖銳的話 他本來不好笑 他本來不好笑 但他好笑是他真實的 新聞事件都滿好笑的 人生是個笑話 這集沒有辦法人生攻擊 我剛剛 我剛剛真的 二到四名我都沒有講 我可以擺地四名 真的不是每個人 上新聞都好笑 但你的人都滿好笑的 他剛剛沒什麼正義底 但是很多暗底 我跟你講 等一下 好 每個人都拚暗底的 沒有啦 沒有 社會版 社會版 他是拚社會版的 不是 因為翔翔 他不是潔心底的 對 所以他的好笑來自於真實了 對 真實 所以你要知道想像 他就天生有喜感 天生有喜感 這樣講就對了 非常誠實 就是說 他的生命就是一個笑話 他的誕生 沒錯